比例代表就是大家都要去搶位 很可能互相競爭對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不同的大議席單表 你可以遷就,我不去選,讓你去選 或者大家協調一個有勝算的人去參選 現在就不是 你不可以叫你那張名單那個沒有勝算 我有勝算,不如你遷就一遷 沒有人會遷就你 所以基本上,第一就是沒有得協調 但在沒有得協調之中,大家都可以談 是不是可以互相攻擊呢 這個也是要談的 但到選戰的時候,怎樣不互相攻擊呢 等於民主黨的黨外初選,大家都互相攻擊 如果互相攻擊,結果是令到選民國 屠然或者是有負面的 那個人有罵人的辭職 希拉里有個幕僚,辭了職 奧巴馬有個罵希拉里是怪獸的那個女人 又辭了職 這個牽涉到種族歧視的,又辭了職 看看負面去到哪裏 程度去到哪裏 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互相攻擊 可不可以有一個共同政綱 這些大家都可以談 怎樣才可以為民主派 保有現在的25席 可以保得住 甚至乎有進將 有進將你就不用想的 整個局就看到是對民主派非常不利的 譬如我們逐個區去看都可以 香港島,七角那麼亂 其實每個區都七角那麼亂 香港島現在多了個葉劉淑儀 多了個陳霍安生,兩太 那裏就只有六個位 現有就是三加一加二 三的就是民主黨兩個,公民黨一個 是吧,加過阿太,補選那個一個 是吧,那就是一 對加呢,就是民建聯兩個 是吧,那馬力死了那個位 就給了陳太,是吧 那剩下一件,四加一 我講錯了,應該是 就是這個蔡素玉 加這個,原本是馬力的 他有兩個位,現在就剩下蔡素玉 是吧,那民建聯那個位呢 就被阿太拿了 那在港島區呢,其實 大家去搶最後那個位 那你現在計算一下 范徐麗太那個位,誰去爭呢 是吧,陳太,葉太,是吧 誰去爭范徐麗太那個位呢 但是之前呢,剛才我講錯了 應該三加一,加二 那之前是三對三的 是吧,范徐麗太加兩個民建聯 然後民主派呢,兩個民主黨,一個公民黨 但是在這一屆選舉裡面呢 你估計有幾多張名單呢 超過十障礙的 那現在民主黨已經講了 他們會查兩張名單 第一張名單呢 就是李柱銘 可能就是那一個 另外一張名單就是 金乃威,答楊森 楊森宣佈你便會退出 就是這個選舉 其實就是做台橋路 那希望台金乃威 這個安排就是 民主黨希望可以保持兩席 就是金乃威拿一席 第二梯隊了,所謂 然後李柱銘拿一席 那兩個位 公民黨也想拿兩個位 他是有可能將陳淑莊排頭 余若美排第二 而他公民黨現在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相對形象比較清新些 那麼 陳淑莊被人催到一些贏 那你排第一不能輸 公民黨的位 就是這樣 但是可不可以夠票給余若美呢 當你夠 那就兩個 好了 那你民主黨又兩個 是不是 那阿太去哪 阿太那個位 跟誰爭 阿太又一個 哇 那民主派不是五件 那別人那邊不用選嗎 是不是 就是很容易計 那條數 如果你現在得票的結構來計 五十幾個巴仙對四十幾個巴仙 那就是三對三 除非你分票分得好 你就有機會四對二 要不然就三對三 好了 如果是四對二的話 你民主黨保住一席 公民黨兩席 阿太一席 那就四對二了 那麼我們四民連四 第六個位 分分鐘拿兩萬票 就可以拿第六個位了 所以阿牛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是不是 就是 選舉工程做好些 他分票分得領些 我們又有機會 拿最大原額拿第六個位 我們現在這個戰爭 叫做last seat 最後一席之戰 就是要你的最後一席 我們這些是有機會霸懵的 我告訴你 是吧 阿牛上司拿五千多票 拿五千多票的情況 是他完全是泛民踢了他出來的 是吧 那兩張名單 鑽石名單 這張李柱銘戒陽 深一張余若美 那張鑽石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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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席 他們的訴求 就是要拿完這四席 結果就拿了三席 是吧 因為被李柱銘哭 害怕 哭了那些票 那就令蔡素玉多八百票 是這麼簡單的 蔡素玉贏不夠二萬票 他的第六席不夠二萬票 他拿了最生氣的那一席 何秀蘭無端端就死了 今屆他的選 如無意外 都是很難贏的 因為他的處境 比我們更辛苦 辛苦過阿朗 他怎麼去撓第六席呢 會不會去選呢 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港島的形勢 民主派本身都已經很亂 至於建制派 他馬力不在之後 他的位置是否讓給你葉劉淑儀 當然不是 他想想 曾玉成去選 就是要保住 最少保住一個位 希望把蔡素玉 或者他拆開兩張名單 蔡素玉一張 曾玉成一張 拿回他兩個位 他覺得這兩個位是他的 但你現在多了個葉劉淑儀 大哥 你的票要拆得均勻 除非你葉劉淑儀 有本時間搞的會員師傅 你登記選民 可以登記了十萬選民 新的選民是你的 那你發生了 我看得挺難的 他現在很努力 在改變他的形象 博人不記得 不過我們經常會提醒一些人 你選他就自挖坟墓 我現在告訴你 又是港島區的選民 我們會繼續追殺他 怎會讓這些人得逞 然後你讓他選到第一立法會 你嘴瞄瞄瞄瞄 瞄你 那時候你不能瞄瞄他 不小心讓他做立法會主席 你天黑整個香港 我告訴你 怎麼說得不是 他拿了這個民意基礎 他有機會做特首 大家想清楚 如果你要投他票 那陳太 都快要七十了 他會去選呢 我猜他多數會去選 所以 整個港島七角那麼亂 民主派還有 你民主的白 李柱銘還出來選什麼 他們的計算就是 金賴威那張名單可能會輸 至少李柱銘回來保住那一席 那你也是麻煩 你說到區元本兩席 只剩下一席 對不對 一席是最安全的 他們認為 所以最安全就是叫民主一白去選 但民主一白去選 有一個壞處就是 他一定不會高票當選 李柱銘也有一個象徵意義的 他在香港 我現在到現在為止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要去選 是不是 那可能他覺得 如果他沒有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他去美國見布殊 布殊可能不見他 或者現在可能要見希拉里 或者奧巴馬 那可能你沒有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就不見你 也未必的 是不是 你可以做在野一個領袖 或者組織一個 論證組織 你來擔起大旗 一樣有很多人 就是說 會支持你李柱銘 一個精神領袖 根本不應該去栽壓這個位 是不是 但是他都會去選 會去選就是黨要去選 我想他自己都想去選 因為他不保住這個位 他沒有了這個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他認為他就算去外國遊衰 那些西方世界的國家 對中國施壓 他都沒有那個立場 沒有ground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民主黨老實說 在香港 講到他一定是被公民董吃了這個位 但是 如果你少一個位 是吧 那我們就去搏夢 可能 如果我們搏夢 搏到 其他什麼人死 那就真的 七角那麼圓 偏地屎鞋 我告訴你 但是很簡單 你給我港島居住 我一定是投一流 這個叫change 改變 大哥 你做夠 給我做 很簡單 你熟口熟味 全部對曾六成 你在九龍去香港 你又是曾六成 對不對 沒有分別的 是吧 但是建制派 他是二加一 他壞的時候 如果選票 我們分得雲 他只有二 一個民建聯 一個葉劉淑儀 這個對民主派最理想的 不過這個可能性就不高 如果三對三 他就兩個加一個 葉劉可能都會輸 如果阿太可以搶到他的票 還有阿太不要搶泛民的票 但是又很難的 好了 你到那些支持泛民的人 那你投阿太還是 阿太 投阿李署銘相差一兩歲 我覺得阿太多應該下班了 大哥 不是你都選過了 是吧 都威過了選沒有